我們用一些新的思維去看這些問題 其實北京方面都可以想想 為什麼都要封殺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呢 為什麼一步都不放呢 當然在現階段的領導人都仍然是這樣想的 這個主權是不能退的 這個是祖宗家法 我們怎麼對得起安列祖列宗呢 如果在我,胡錦濤任內 讓你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我怎麼對列祖列宗呢 但是這個又是鴕鳥 台灣基本上就不是和你一起的 由1949年到今天 58年了 他還沒納過一天稅給你 58年了,你還沒估過他一天 說什麼呢,這些叫異淫 李鵝說你是異淫台灣 舊時候蔣介石、蔣經國兩子爺就是異淫大陸 我是擁有全中國的主權 現在中華民國憲法也是這樣寫的 中華民國的領土僵域是包括大陸的 你真的要修改憲法的 如果不是真的不行的,你明白嗎 即是這部中華民國憲法 你講明你的主權是包括大陸的 所以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增修條文裡面 說現在中華民國有效管治的地方是台灣炮湖金門馬做的 即是等於變相承認了你那個主權所及 治權所及的地方 就是只有台灣炮湖金門馬做的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和德國人 今天兩個德國,明天一個德國 整個世界出現幾個分裂國家 都是列強,即是那個角力的結果 美蘇兩大強國 東西德就是了,南北韓就是了 甚至中國也是,對不對 不過中國這個分裂國家是內戰造成的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 接著出現內戰,國共大戰 結果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走到台灣 這個是內戰的結果 另外一個內戰造成分裂的國家就是越南 但是越南到最後靠武力統一了 就被北越打死了南越 因為美國拿去退了出來 北越打死南越,整個越南就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但是中國這個分裂國家又不是 你打靜一點 他走到台灣,你打不到他 你明白嗎?他如果霸佔一個海南島 你就打死他了 海南島都要好像五一年五零年才正式 是輪入共產黨手的,你明白嗎? 喂,台灣你打不到他 這樣給他,九五十八年 你打了他之後,你就好像越南一樣 越南最初都打不成,南北越戰爭 美國佬介入,接著到最後 北越砌贏南越,美國佬就走了 接著越南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現在他是靠武力統一的,南北韓未統一 正在談,東西得統一不是靠武力的 這四個分裂國家,德國、越南、韓國和中國 你看到,是不是中國要靠武力才可以統一? 因為他有內戰,南北也有內戰 南北韓現在也在談 當然因為他沒有蘇聯做老大哥 現在是拔著共產黨,北京那隻腳,大腿 北韓,這個金正日就是北京養著一條狼狗 有小狼狗在這裏,周圍在這裏交交陣 東北,整個亞洲在這裏交交陣 我們可以牽制你美國 但是南韓也是美國佬控制的 又是列強,我控制你結果 當時我還覺得,在蔣介石或者蔣經過時 我都很佩服,特別是蔣介石 他看插不兩立之餘,他抵抗外國勢力 他不聽美國佬怎樣 死人都守著台灣,不肯放棄 那時候提出一國兩府 或者在聯合國給多個席位大陸 談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死了不需要 看插不兩立,結果當然是賊、看不立 結果在中國歷史上很多 誰打贏,誰控制這個國家 那個就由插變成正統 什麼叫正統,正統都是靠特軍 靠殺人,什麼叫正統 我們看看中國歷史上的正統王朝 誰不是靠殺人 都是靠殺人,殺人之後你賊就變成正統 這樣而已,一樣的道理 當然如果你說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在滿清政府來說 都是賊來的 他又賊做了正統 然後他又被一個賊搞他 全部是賊 人家不是,人家一次過而已,做賊 中國人不是的,輪流做賊 美國就最多一次過 北美十三州獨立,一次過而已 人家也是,打獨立戰爭 然後自己又有一個civil war 一次過而已 然後兩百多年來,雙安無事 長治久安,依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我們就淒涼了 是不是要靠武力統一呢 我講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對我來講是沒什麼新意的 但是 但是對 北京來講真的 很難接受 是不是 其實在國際社會裡面 大家都看到,像東西德 今天兩個德國明天一個德國 當年聯合國有兩個正派 德國 東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西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很過癮的 人家不會出現西德想殺死東德 為什麼讓你獨立,搞分裂活動 東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你又搞分裂活動,沒有的 你真是今天兩個德國明天一個德國 我二十年前寫的一篇文 叫今天兩個中國明天一個中國 然後被人罵了 你知不知道 國民黨又罵你 說你製造兩個中國 我們中華民國才是中國 然後共產黨又罵你 製造兩個中國 由一中一台灣是兩個中國 現在很少聽他們說兩個中國 因為你要對付台灣那些新的說法 你現在不能反對兩個中國 因為台灣已經不承認自己是中國 一邊一國,那裡糟糕了 一邊一國,我這邊不是中國 這樣就慘了 李登輝那兩國論 現在變成到陳水扁那裡 變成一邊一國就是一個台灣 一個叫做中國 所以有時候香港有些左仔 那些不是左仔 那些親共的人 什麼中港台 有時候在那裡談 我就會表證 我說你不要親共 你都不政治正確的 你說中港台 那就是三個地方平起平左 要中,下面有港台 那才可以的 一人來中,港台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就大問題 中港台,中國,香港,台灣 三個平起平左 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發神經 最近說台灣總統 台灣哪有一個總統 這些人是自己製造台獨 其實台獨就不是台灣 這些所謂民進黨的人造成的 台獨是愛共產黨的人造成的 因為你要矮化這個中華民國 你要矮化台澎金馬這個政權 於是你就經常叫他做台灣 由於你叫他去台灣 他自己都叫自己去台灣 接著他現在說以台灣名義交易 你又翻臉 是不是好笑呀 換一個新的思維 聯合國為何不可以 中國有兩個席位 其實這件事 台灣就不能搞台獨 如果你夠膽這樣做 我中國就是兩個席位 一個叫中國台北 一個叫中國北京 你吹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真是沒有符 很多人叫他中國 永遠都 都是中國一部分 就是你現在 如果你拋出一個這樣的議題 那些民進黨 是不是站在那裡 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他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接著我給你用中國台北的名義 在聯合國佔有一個席位 好了 台灣那些人民怎麼說 台灣的人民當然支持 支持 支持 又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在聯合國兩個席位 一國兩席 為什麼不行 當然 一個叫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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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定了 對不對 只要北京立頭 我覺得這個未常是行不通的 還有除了這件事之外 在那個國際組織裡面 包括世衛 或者其他的國際組織 甚至乎最近舉行 這個所謂亞太經合會議 你都應該給台灣 有一個同等的地位 在這些國際組織上 你一直這樣封殺他們 老實說 台灣現在搞事到今時今日 這個假議題 可以說到連國民黨都參與 就是國民黨都沒得選擇 講述 大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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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